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猪肥肥肠跟鱼碰撞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今天就用这个肥肠跟鱼来做一条肥肠鱼 接着钱好像叫 别跑了 乖点 生粉 白薯 盐 给它抓一下 让生粉把它粘液带走 出水 大家可以多清洗几遍啊 现在把肥肠翻过来 把多余的肥肴扯掉 特别是这种柳子 也不要扯得太干净保留一点这样才有灵魂 可以了 冷水下锅焯水 葱姜 米酒 白醋 水开把它倒出 清洗一下 转入瓜压锅 八角怪皮 香叶干辣椒 姜片 给点米酒 盐 生抽 盖上盖子 给它压个五分钟 来把这条鲜鱼处理一下场面过于血腥就会展现给大家了 清洗干净从中间剥开 把鱼排剥出 把鱼排剥出 这边也一样 而且搁鱼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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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这里需要最后鱼排鱼�理换 把鱼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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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鱼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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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tier 砍小块一点 取一个碗 放葱姜 米饺 盐 米饺粉 抓出姜葱汁 加点水 把这渣渣取出 鱼块 倒入姜葱汁 腌制一下 抓到粘手就可以了 给点生粉 一起抓一下 用生粉收住水分 这样鱼要更嫩吧 来点明油防止粘连 这样子就好了 来准备点配料 大蒜拍散多碎 酸姜拍散多碎 泡辣椒切碎 葱白末要点 葱叶分开 香菜切碎 锅里放点油 把花椒干椒呛香 火不要太大 注意观察别炒弄了 好了温热浓浓的焦香味就可以了 葱叶 这就是所谓的刀口辣椒 这肥肠压好了 其实我压了十分钟这样子 洗一刀切 看到没有 这样的肥肠才有灵魂 起锅烧热 下油 下白菜花炒一下 加点盐 加点米酒 烧热到处 重新起锅下油 来提青花椒香锅 把配料放下去 把配料炒香 多半量一大勺 把这些配料充分炒香 配料炒香 下油鱼块 把鱼块炒香 这个时候给一点点米酒 倒入这个灵魂汁汤 刚才压回肠的 哇爽啊爽啊 大火烧开 把回肠放下去 下面开始调味 生抽提鲜 老抽上色 一点点白糖提鲜 哇 好了 现在煮熟了把它拉出 剩下的汤汁把鱼片放下去 大火烧开把它煮熟 给水再次烧开就差不多了 好可以了不能再煮了 再煮就老了 倒过来 撒上包口辣椒粉 灵魂 熟出马 把蒜蓉给人家爆香 哇当面 哇香了 最后撒上香菜香葱点缀一下 哇 这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哇看一下 非常有抓紧 来好鱼片 鲑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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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烧开 鲑鱼片